很多年轻的前列腺炎的朋友都会被医生建议进行温水座浴 那您知道温水座浴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吗 首先你要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盆和一些热水 将水温控制在40度左右 每次的时间在5到20分钟为宜 时间不要过长 水温要保持在一个恒定的温度上 每天一到两次 这样是比较好的 长时间可以促进前列腺的血液的循环 那如果您的工作不允许您进行不间断的温水座浴怎么办呢 在这里邱医生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 你可以弄一个布袋 里边放一些粗颜粒 里边再放一些花椒 因为花椒可以有更好的皮肤的穿透性 那每次用的时候可以将它放到微波炉里进行打 加热之后包上毛巾不要烫坏了 然后放在会阴区几个地方 也可以起到类似于温水座浴的效果 您知道了吗 谢谢大家